说到我的后宫 慈禧把我的亲表姐指定给了我做皇后 我知道 就是大清的谢母人 颁布清帝退位诏书的龙玉太后 惊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她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太后 大清都没了 还有什么可意外的 混账 你再说一遍 我三岁继位 爸爸在风和龙玉太后共掌朝政 但那时候的大清 早就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怎么又说这么沉重的话题 说好的聊我后宫呢 你后宫一共就三个人 一后二妃能聊出什么花来 什么这么少啊 你看看我爷爷 我自然是不能和康熙爷65人的后宫比了 但这三人之中 我最爱的还是真妃 皇帝没权的时候 宠妃可没什么好下场 乾隆爷料事如神 后来真妃被慈禧丢到井里了 让人们听听 我说的准不准 人家妃子被丢到井里 你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我可以邀请真妃加入群聊吗 不可以 怕啥 拉吧 拿出你戊戌变法的时候 联络维新派 维元杀后的勇气 成功的话 我还想把我的孝哲义皇后 阿鲁特氏拉进来呢 内子 算了 真妃说她不想看见慈禧 我还不想看见她呢 慈禧 你为什么把人家真妃丢井里 真妃轻挑 猎奇心又强 根本不把宫中礼节放在眼里 多好的姑娘啊 让我想到了我曾经在明天收的一女 她还女扮男装 穿皇上的龙袍 做她不配做的吧台大将 我处理她 是维护皇家的体面 是吗 那你为什么要在庚子国变的时候杀害真妃 还不是真妃力挺光绪帝 不要逃出北京 坚持抵抗八国联军 维护大局 慈禧一心跑路 自然看真妃如肉中刺眼中钉 慈禧啊 你看看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丫头 都比你有气节 盲目宣战的是你 投降义和的是你 连夜跑路的又是你 最关键的是真妃一直支持我维新变法 她脉官欲绝 你怎么不说 所以还是我的眼光好 真正走到最后的 还是我给你选的皇后 听说后来龙玉被称为女中姚顺 我们也和那拉市 没给你们家丢脸吧 女中姚顺 说的是龙玉太后主持亲世训位 将政权和平过渡给中华民国 我上次这么尴尬 还是被送到西伯利亚挖土豆 这么说 晋芬也是个苦命人 在大清威王之际 能够顺应潮流 坦然交权 免得百姓陷入战火 所以民国政府才能同意 在他去世后 按照清朝制度为他办葬礼 这不仅仅是送走一位末代太后 更是大清王朝与帝制时代的终结 怎么又说回了这么沉重的话题 这么看 他是不得不交出政权 要是我还在 我就 李能怎样还跟镇压太平军一样 任用曾国藩李鸿章来继续勉强维持 说起李中堂 我倒是觉得可以把他拉进来 你这转移话题的速度够快 李鸿章通过慈禧分享的二维码加入群聊 陈李鸿章 先给大清的列祖列宗磕一圈 免了吧 一把年纪打就别磕头了 待会儿让和中堂代劳 嘉庆爷 您是不是搞错了 论岁数的话 奴才的年纪要比这老小子大七十二岁七个月呢 奴才只是死的时候比较年轻而已 何中堂 九阳九阳 李中堂 不认识 李鸿章 听说你少年科地 壮年戎马 中年封疆 晚年洋物 出将入相 厉害得很啊 臣不过就是大清的表胡将而已 表胡将 你的意思是说我大清千疮百孔 是个破房子 王阿玛使用了技能大招 文字语 闭嘴 乾隆爷大清末年确实是个千疮百孔的破房子啊 我听说后人对你李鸿章的评价可是两极分化 有说你是近代化第一功臣 也有说你是天下第一卖国贼 你是怎么做到人格如此分裂的 无妨无妨 身为之事自有后人论 宰相合肥天下兽 私农常熟世奸荒 李鸿章能不能干好 我不好说 但肯定能贪 何中堂来同行了 我那点钱哪敢在何中堂面前装土豪 我前半辈子打仗 后半辈子搞洋务 把一腔热血都献给了大清国 也替大清国背了一大堆的黑锅 哪个卖国条约上没有你的名字 你搞洋务的成绩都在甲午海战中 被日本人的大炮轰碎了 你把自己卖了的时候 我可没跟着签名 你 这一点不仪你没脸也没有资格说别人 坐下 再说签订那些条约的最终决策者也不都是我 那难道是我咯 这 我说小李子 太后 我是李鸿章 不是李莲英 我说李中堂 拉你进来 不是让你说那些陈芝麻烂骨子的事的 来看看哀家 这身寿礼服好不好看 对啊 李中堂 太后问你呢 他这件寿衣好不好看 你欠收拾是不是 说到底 亲爸爸也是女人 一辈子挨的东西太多 尤其是好看的衣服 他当年最爱的还有一副聊斋徒 后来被沙俄兵抢走了 玩入丧志 不是衣服就是坏 心里哪有大清的江山 太后的江山 都在老陈的心里装着呢 然后你李鸿章苏州沙翔 要说清末 那些真正有所作为的阴姐 左宗堂必须上跑 是啊 左宗堂 台关收复新疆 要是没有他 哪来的天山秀美 刮过香田 你总算说了句人话 左宗堂 还不是仗着有胡雪岩这个财团 这是你搞垮人家的理由 李中堂挨过一枪 替我大清朝审了一一两白银 也是劳苦公告 这么说让李中堂在多挨几枪 是不是还能让日本倒贴点钱 我看是个办法 再结束! 中文字幕——YK